3,2,3,5,4 尊敬的 醉同修 醉乎法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 墓学学物 再借这个 我们修的时间 再跟大家来 讲讲话 来 互相鼓励 我们 能够聚会 在一起 能够一起来念佛 来 来 回向 特别 对于我们的 累积 燕亲在主 对于我们的 祖先 对于我们的 过往的父母 是一件很 伟大的一件事 所以 借这个姻缘 跟大家来讲讲话 我们澳大利亚 现在这个疫情 也不是很稳定 你看我们 我们雪梨 风尘已经将近两个月了 但是 都没有改善 而且 一天 一天的严重 但是我们博士 也不错 你看 大家能够聚会 然后 一起念佛 这种的姻缘 你不好好珍惜 等到什么时候了 前几天 务情法师 打电话问我 还好吗 我说 很好 因为他老人家 现在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 很严重 都不能出门 每天人家 送那个 中午 这些饭菜 都非常严格 你看我们雪梨 师傅每次要丢垃圾 政府要必须你戴口罩 你看 要戴 要丢垃圾 要戴口罩 我第一次 在这个环境里面 遇到这种的事情 所以尊敬的 最统修大的 这个环境 真的 不稳定 灾难什么时候来 我们都不知道 今天我们博师 虽然地方小小的 容纳几个人 但是 起码 我们大家 法喜 一起来共修 以念佛 来供养 你看 普玄 行愿篇 不是讲一句话了吗 一切 供养中 法 供养为大 师傅 跟大家 结个法源 以法来供养 你们 诵经 念佛 比方说 法器 作为挪 敲墨 敲墨 敲骨 或者 做一些义工 这个也是法供养 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不会 有机会讲经 但是用我们的心 来念佛 来诵经 来读经 来听经 希望大家 希望大众 能够离苦得乐 他也是法供养 只是 用这种方法 是以内才不失 所以法供养 有很多 做法 可以来为大众服务的 所以普贤 行愿篇 说得很清楚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 所以 我们 用这种方法 来回向 世界 回向我们 澳大利 所以前几天 有人 打电话 问 师父 这个修行 为什么 没有那么顺利 一下子 进的土 少 退的很多 该怎么办 这个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特别在这个环境 又没有好的 善知识 你看 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他们 修行很快 因为那个环境 不一样 那个环境 都是诸善 善人 聚会 一处的 你每天 跟人家 在一起的 都是那些 大知识的 大善知识的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再加上 诸佛如来 每一天 你跟诸佛如来 在一起 所以你进步 很快 那我们在这个 环境里面 你看 又没有 同参道友 能够互相的鼓励 又自己 又懒得听经 自己又懈怠 懒散 再加上 这个环上的诱惑 你不退转 才奇怪 所以 过去 法藏 比丘 因地 修行 都是我们 现在的 阿弥陀佛 你看 他修行的时候 他有没有 一帆风顺 没有 他也是经过 很多的挫折 经过很多一些考验 经过很多一些 种种的经验 才能够建立的 今天西方节的世界 才有今天的 阿弥陀佛的名后功德 他也不是一帆的风顺 那释迦牟尼佛 诸佛 如来 也是如此 但是 他们有一个特点 那我们要 特别来学习的 法藏 比丘 因地 修行的时候 他为什么 虽然 没有一帆的风顺 但是 他们呢 为什么会有 这么大的成就呢 他只有一个根源 就是忍辱 有耐心 所以金刚经讲 一切法得以忍 你没有忍 你修什么法门 是不能成就的 这个就是因为 他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他的真心 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讲 尽心尽力 这个尽心尽力 都是功德圆满的 什么叫做尽心呢 尽心就是沉静了 你真的沉静 你真的 你的愿 你去教会 把佛陀的教会 你去落实 佛教我们做 我们去做 佛教我们不可以做 我们就千万不要去做 这样你才能够 会有成就 会有成绩 所以很正常 你进门退步 不用着急 只要你明白 我是凡夫嘛 不是圣人 给自己鼓励 我也能够成就 像阿弥陀佛那样 首先你必须要把心 坚定 我能够成就 阿弥陀佛我都能够成就 为什么我不能成就 哪怕是我们不能像阿弥陀佛那样 但是起码 我们跟一般的人的区别也不一样 这样要信心 这样要信心自己 所以你看我们博士 虽然地方小 供修人不多 但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你的尽心 你的尽力 那个才重要的 你的尽心 尽力 能够帮助我们 将来 往生西方净土 不是一件好事了吗 只要你到西方极的世界 你就是跟阿弥陀佛一样了 你看这么好 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 我们不用错过 还真的啊 你看这个身上 你看这个 这个世界 万般将不去的 什么都带不走的 你有什么样的 金元财宝 将来也带不走 不要说这个身外之物 连我们自己的身体 都也带不走 那我们执着 故意执着 要做什么呢 徐医员 只要活得开心 法喜 将来 时间到了 我们赶快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那不是很好吗 你说呢 所以今天呢 师父要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 这个时间短短 还有十分钟 因为 讲太久 坐太久 等一下腰酸背痛 哎呀 师父啊 讲了这么久 所以现在的人 修学跟古代不一样 一代不如一代 现在要求的 要快速 死的也快 你看过去的人 没有耐心 现在人没有耐心 心腹气躁 以前听经是跪下来的 我们现在听经啊 有时候坐在沙发 躺在椅子 甚至于可能床 躺在床上 一边听经 一边喝咖啡 一边听经 一次吃饼干 一边听经 一边看索机 一边听经 一边听音乐 很多啊 所以一代不如一代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退步呢 那才怪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人生 你看那个昨天有一位居士 他的母亲躺在医院 生病很严重 整个全身啊装 装那个什么机器啊 那个机器叫什么 就是说 希望能够救你起来 但是那个机器呢 首先你必须要把你的肉体 24小时打麻醉 不然的话呢 它会很痛 所以经过这个麻药 24小时每一天 把你灌在你的身上 你看 我们这个人生真的很可怜 所以我们要用功努力念佛 消业障 不要以后我们躺在那边 像跟他一样 那就阿弥陀佛了 很多人现在 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都是躺在医院 躺在床上生病 经过一段时间 经过这些的 种种的障碍 他才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念佛的人 尽量不要这个 我们要走得自在 走得轻松 什么时候离开 什么时候走 什么时候留下来 我们什么时候留下来 你要修到这样程度 将来啊 生死自在啊 多好 所以要用功 没有经过用功是不行的 那怎么用功呢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叫做生性净土 事实不退 这个生性讲的就是真性 事实不退 是讲真意愿 像前两天 雪里有一位居士 跟我说 师父 澳洲环境不错呀 再加上我家里 太太也对我很好 而你又很孝顺 念佛一方面 往生西方也是很殊胜 但是 舍不得啊 师父 我舍不得也没办法呀 佛也没有逼你呀 没关系啊 但是念佛也不一定要说 你要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一切许远 你不要勉强 所以 有时候很多呢 这个真性 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环境一诱惑了 我们就容易被动摇了 很多人写佛都是这个样的 听到音乐 哎呀 很好听 西方起的世界 有没有这种音乐 我告诉你啊 米头已经讲得很清楚 有啊 这种音乐很多啊 还有人摸本问的 师父啊 他因为他喜欢吃错豆腐 问我 西方起的世界 有没有错豆腐 有啊 喜欢你 只要你喜欢吃错豆腐 他会有的 所以有时候 众生很多要求啊 看到这一个 要这一个 看到那个 就要这一个 所以西方起的世界 你看阿弥陀佛 没有医院的 全部都是因为众生 而所需要的 你需要健康长寿 他就给你健康长寿 你需要你这个身体 永远健康不坏身 你到西方起的世界 你就健康不坏身 你感觉到 哎呀 我每天要吃饭 很麻烦 要煮菜 还有洗菜 还有这个 还要煮这个 煮好了 又要洗碗 还有洗衣服 还有这个 要去买菜 要买水果 哎呀 真够麻烦的 你看 你想一想 你每天 跟这个厨房在一起 你不会感觉很 很无聊吗 你又不跟厨房 相处在一起 又不行 你不吃饭 你不行啊 像师父 在雪梨 一个人住 你看 每天 早上起来吃什么 等一下好了 中午要吃什么 所以一天能够 吃一餐多好 你看 多好 你看 晚上所以不吃了 多省事啊 所以你看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发达愿 师一得一 师食得食 只要你动个念头 你想吃什么 就在你的眼前 吃好了 自动消失了 所以阿弥陀佛发达 试愿都是以众生 为目标的 只要这个是正法 只要他如理如法 他就复合了 不如理如法 是不行的 所以尊敬的 这位统修大德 对于净土的深信 真信非常的重要 那事实不退 怎么说呢 我们看下面的 我们这一生 这个先来看 先来看 我们这一生 如果想要了生死 超越六道轮回 有两条路可以选 第一条路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自己有能力 你能够断获 正果 禅宗 里面所讲的 铭心见性 大臭大物 破无名见法身 打破 无始以来的 无名烦恼 你的生死 自然就了了 但是你想一想 尊敬的 这位统修大德 你想一想 有可能吗 有可能明星 见性 大臭大物吗 禅宗里面的 像六祖慧能大臭 像那种根性 六祖慧能大臭 像这种上上根的 我们不是上上根的 我们是下下根的 我们有这种可能吗 很难 不要说明星 见性 你能够不退转 都已经阿弥陀佛了 何况你明星见性 这不容易 所以师父有时候看到 这个星期 哪一个人 有没有来共修 这个星期 这个人为什么 没有来共修 像刚才我问问 我们的邱老师 我们的伟龙 为什么这两个星期 跑去哪里 没有看到他 哎呦 师父想念他 为什么没有看到他 你看 也不容易 可能忙了 所以 你说在这个环境 真的很多事情 有时候自己做不了主 所以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想要明星 见性 大色 大悟 那真的很难 不要说明星 见性 我们来看下面的 譬如 下面的那一章 邱老师 比如佛在大神经里面 为我们讲得很清楚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在世当年有讲过了 你要超越六道轮回 最困难的事情 就是在哪里 就是你要断 这个三界八十八品的 建货 你要断建了 你才能够出离三界 了生死 超越六道轮回 你要断货 建货 失货 种种的 你要断尽了 你才会有 有这样的机会 超越六道轮回 你真的了生死 但是这一条路 真的我们没办法 所以为什么 我们修净土的 非常幸运 为什么 你看第二个 第二条路 还有三分钟 来为大家分享 第二条路的 就是求生净土 但是求生净土 它有一个很严重的 就是很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就是这个原则 后面刚才讲的 这四个字 事实不退 就是你的怨心 你那个怨 要真怨 不是今天发愿 明天就没有了 明天发愿 后天又没有了 不是这一个的 你要真正发愿 你事实不退 你发愿 你发誓 我永远不退转 我永远不退转 只要你有这种的能耐 这里坚定的意志 坚固不退 各个往生 那就一如凡场 所谓万修万人去 只要你有这种的志向 像有一些人 我今生我要做大老板 你有这个心 你有这个福报 没有一个不完成的 我今天想要做什么 像邪悟法师一样 剃头出家 你只要有这个心 你都能够做得到的 希望我们博士 敬中学会 我们总干事 希望有一天能够这样 剃头出家 以后我们的博士 就有福了 希望大家鼓励他 我们的牧仪 我们的威诺 大家鼓励我们的总干事 鼓励他 难得嘛 对不对 还有单身 只要你有这个志向 你有这个心 只要你这个心 你这个志心 你的志向 那你往生就一如翻掌 真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的 但是呢 尊敬的追同修大能 这个时间很快 还有两分钟 但是我们看下面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念佛念得很好 我今天念佛念得很好 有一些人真的念佛念到修定了 他有这种定 得定了 有一些人真的念佛念到得定了 有啊 很多 师父看到很多一些 念佛最后得定有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的愿力 那种愿力啊 往生到西方起的世界 那个力道不过 那个力道 那个力道 那个发愿的力道 都是那种愿心 那个愿啊 不过啊 力道不过的话呢 那你怎么念佛 无论你怎么念 你得定 哪怕是你成就得力了 你也没办法 了生死 所以这个事事不退 就是我们了生死的关键 你今天念佛念得很好啊 但是你没有 没有这个心 要到西方起的世界 你也没办法到西方起的世界 八支马来拉也拉不动 没办法 所以有一些人呢 念佛 他只是要修福报 所以阿弥陀佛很慈悲 你看那个四十八愿 从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只要你依教阿弥陀佛里面的教诲 虽然你不到西方起的世界 将来你依教经典里面的去 去做到呢 你将来到这个人生 是生在什么家庭呢 好善之家 好得之家 就是说你的家庭很完美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这个家庭里面 父母都非常好 兄弟姐妹都非常好 而且这个家庭里面 在这个社会是很有地位的 人人都尊敬的 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 你不缺乏什么东西 一时无忧的 阿弥陀佛你看这么慈悲 只要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然后在这个四十八愿里面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 他里面的教会 你把六度三学 哪一条你能够去做到 你就能够生在这个环境里面 帝王之家 富裕之家 富贵之家 而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 活得能够认识佛法 好得之家 好善之家 就是你们这个家庭 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又能够闻到佛法 你看四十八愿里面 就这么慈悲 阿弥陀佛这么慈悲 所以今天你能不能往生西分 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 四十不退 你得愿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师傅 简单就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鼓励大家 我们一起来努力 我们一起来修学 起码不要求别人 起码我们要求我们自己 把自己做好了 一切事都能够如意 你把自己修好了 一切事情 确实我们所讲的 都能够称心如意的 所谓的心想事成 因为你有福报 你懂得修学 有福报的人 就有这种的能力 希望大家 多多用功 我们下个星期 再跟大家来分享 希望我们在一起 来共修 谢谢大家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身体健康 老师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